经过7月25号到27号三天的电话民调 新竹市议会国民党团市长电话民调出选作业 也告一段落 参选人林庚仁 李国璋 陈启元等三人 最后民调结果由市议员林庚仁胜出 经过我们四家民调公司 经过三天的民调结果 是由我们的林庚仁议员 胜出代表我们新竹市国民党团 来参选2022的新竹市长的大选 相信我们党团所有的议员都会团结在一起 一起来辅选我们林庚仁议员 让他能够当选我们2022的市长 这次民调是由四家民调公司 进行三天的电话民调 但是国民党团并未公布民调数字 胜出的是议员林庚仁 也感谢党籍议员还有参选的两位同仁的支持 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的市民对国民党的支持 第二件呢 我要谢谢我们议长 副议长还有党团 对民调的指导 让这个民调能够圆满顺利 当然第三个我要特别谢谢 我们两位参选的同志 他们都非常的优秀 那未来我更希望借助他们的专长 来支持我们这个选战 第四个呢 我们会更加努力来共同打拼新竹市更美好的未来 胜出的林庚仁将代表国民党参选 2022年的新竹市长 新竹市议会国民党团 将进行党中央依法完成提名程序 台湾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